教育前线来关心本土疫情 冲击到校园 教育部统计有 已经有9万多位的学生确诊了 而国小还有幼儿园 加起来有近5万位确诊 但儿童的疫苗施打率低 保护力明显的不足 教育部呢 却没有针对学童 制定完整的配套 而为此来看到 台北市家长会长协会 还有国民党 以前都对外召开记者会 希望政府应该要统一标准 家长面对这边说 一下要上课 一下要同志说 不要来上课 那这样子就会道成说 我们真的不知道怎么 去跟老板讲这一块 那雇主会觉得说 那我要放你假 还是不要放你假 台北市家长会长协会 点出校园防疫乱象 不止反复停课复课 让人困扰 这波疫情学生确诊超过9万人 大学纷纷宣布远距到期末 但疫苗施打率不到一成的 国小以下学童 却没有半点配套 要实体上课 却连确保孩童 身体状况的快篩都没有 疫情全世界各国都很多 有很好的经验了 就没想到在快篩季这地方 我们还要去排队 我们甚至在快篩季 还比别人贵很多 这个是非常无眼 种种问题都让家长好无奈 而各界预测疫情未到高峰 学童确诊数 恐怕还会再升高 因此台北市家长会长协会 和国民党一同召开记者会 呼吁中央配套应该要尽速完善 如果要维持现在继续去上课 那你的防疫措施 有没有给小朋友 你有没有每个礼拜 发免费的快篩试剂 给小朋友去塞 你快篩试剂 这么不足状况 现在只拿到100万剂而已 也都几乎要用完了 那这时候 家长怎么放心 老师怎么放心 为了确保校园环境安全 国民党呼吁 应该要提供免费的快篩 让学童每周做两次筛检 避免黑数在校园扩散 若要实施远距 也要全国统一施行 并提供防疫照护价 减轻家长的经济负担 有很多家长 他为了要请防疫价 他在刚开始 他只能请自己的特休假 有些特休假都已经请满了 接着他去请试假 然后他也很担心 试假再请下去 那么公司准不准降 家长不仅要担心儿童的安全 另一方面又有经济负担要考虑 因此国民党也提出了诉求 希望中央给出停课指引 不要让地方或学校自行决定 如果要停课 就要补足数位落差 还有补救课程 以及提高儿童的疫苗覆盖率 才不会让家长和孩童 陷入疫情的恐慌当中 人间是陈亭吴志恒 台北采访报道